大家好 我是青木 很久没拍视频了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麦克风拍视频 用这个麦克风录起来特别方便 以前那会儿没有麦克风 我就是在手机的后台边拍了视频 然后在后面边录 然后特别麻烦 那样处理的效率特别低 而且我眼睛要一直对着屏幕 我之前不是做了精神炎手术吗 所以我不能经常看手机 就想着整了一个麦克风出来 这么也比较方便 挺不自在的 第一次带着这个 看着这个镜头特别尴尬了 我就感觉挺尴尬的 就想着那个课本里面 小学课本里面的词叫做香愁 香愁是一张什么什么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你在那头 现在香愁是一盆盆矮矮的多肉 我在这头你们在手机的那头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 现在变化比较大的多肉吧 把这些铜签草给清理一下 刚才换鱼缸 鱼缸里面的草清理了一下 糖蝇这个品种变化比较明显 这两棵是糖蝇井 长得也特别快 以前我在里面种的是糖蝇 那糖蝇长得太烂了 被我剪掉了 又插去其他地方 把那个糖蝇井移过来 现在的变化特别好 这一个叫做叫做什么来着 阿伦培 阿伦培现在变化也比较大 它不是变好 是变丑了 这一个品种还有 还有这一个 这个叫做艾伦 这两个品种天气越冷 它的颜色会变得越来越淡 甚至有点泛白 它们到了夏天的时候 是比较好看的 夏天的状态特别好 特别直 它和其他的品种 就有点反过来了 正常的多 就是到了冷天的时候 出状态嘛 这两个品种到了冷天 反而是掉状态 还有马库斯 这个品种变化也比较大 我这里路养了 有一段时间了 有十天了吧 这些叶子全部变红了 有点果冻色的状态 基隆月这个品种变化不是太明显 因为这个品种到了夏季 它本身就有一点状态 慢慢的到了现在的冬季 现在其实也是秋季了 只是今年的天气特别反常 根本就没有秋季而言 直接从夏季一步到位 到了秋季 从头一天穿短袖 到了第二天就穿两件衣服了 旁边这个是 这个是粉红布丁 这个品种变化也比较大 不过说变化大吧 它其实也不是特别明显 因为这个品种 我这里夏天也是很漂亮的 它颜色也是特别红 看看这边这一颗 你看这边这一颗 这边这颗粉红布丁 那红的太厉害了 这一段时间 我们这里的天气还不是特别好 不是下雨吗 就是阴雨天 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天气预报 如果再晒一个礼拜 这里那就红的特别特别红 连那个星都是红的 说到粉红布丁 还有一个品种和它特别相似 看看这个叶形是不是长得很像 它出状态中间也有点红 有点血斑 它整体是有点那种泛黄的 这个品种叫做明月 粉红布丁叫做果冻明月 它实际是一个品种的分支吧 所以它出的状态有些不太一样 很多人它以为是同一个品种 实际不是的 这两个品种都非常好养 这一个品种 这个品种比粉红布丁更好养 更加皮实一些 夏季度下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且我放在这个地方嘛 我原来上面这里不是遮阳吗 这个地方 阳光从这里过来 这边是正南方向 这里要说遮阳是遮不到的 所以和那个路氧暴晒没啥区别 它也没问题 特别皮实 特别好养 这个品种变化也特别大 这个叫做侧饮 侧饮是我今年第一次种的 这是我春季的时候买的 那我是放在棚下面嘛 在阴棚下面没什么状态 现在在上面也晒了有 其实也不是晒 就是路氧有个十天左右 因为它有紫外线照着 哪怕没有什么阳光 它也会出状态 看看这个颜色 出颜色还是比较好看的 它比吉娃娃要好看很多 旁边这颗菲尤娜也是 菲尤娜之前有点掉色了 现在很快又变回来 变得特别紫 很大一颗 这个品种在上半年的时候 经常有拍到 特别好养 这个品种变化也大 这个叫做赤鬼尘 它和火迹长得比较像 特别特别好养 我还有一盆比较 那盆也和这盆差不多 看看这盆吧 你看 这盆实际是差不多的 这盆变化没有 上面那盆变化明显 因为这里面的土太多了 比较湿水分比较足 这个品种 头一两天那会儿还是比较绿的 稍微晒了两三天 特别特别红 它这种红是有点赤红色 也特别好养 这个品种在我们这边比火鸡要好养很多 像火鸡那个品种 大家应该也都养火鸡吧 火鸡也是一样的 火鸡那种杆也像这样 火鸡长长长长了吧 它那个杆就会慢慢的烂掉 烂掉了 它不死 上面的你砍头扦插 又成了一颗新的 它就很难长成老壮 火鸡就是这个样子 死了又活活了又死 死了又活活了又死 不断不断的还是那么点大 这棵木桩也是我前段时间搬上来的 这棵木桩里面的品种比较多 像这个品种变化是比较大的 这个叫做 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这个名字记得很熟的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还有这个 这个变化也比较大 这个应该是 不是粉蓝了 应该是女美月吧 这个品种也特别好养 特别皮实 对对对 这个叫粉什么来着 这个我真忘记了 想不起来了 这个品种 大家看一下叫什么 这边这里还有一盘 这里还爆了一个小芽出来 和刚才那个是一样的 特别好养 这种叶片叶叉成功率非常高 一片叶子很容易爆出多个头 对应该叫做粉色佳人 粉红佳人 一个品种叫做露西纳 这是我春季的时候买的 上半年那会儿 也是我今年第一次养这个品种 度过了夏天 感觉挺皮实的样子 现在它的边边有点开始放粉红了 过一段时间把这种边应该会全部变得粉红色 还有一些品种吧 好像变化也也不是特别大 陈梦露这些是特别好养的 怎么养也养不死 我楼下还有一排呢 这个品种状态和前段时间基本也差不多 没怎么出太阳 特别好养 在我们这边南方嘛 大家可以考虑多养一些这个品种 这个品种出双袋是挺好看的 比现在这个样子好看很多 这一个变化也大 这颗叫做八千代 这个品种现在变得特别黄了 之前还是很绿的 我看看还有什么变化大 这个变化也稍微大一些 这个叫做小灯笼 也叫红灯笼 它是地亚和 好像是和雪晶灵 还是和玉特莲的杂交 这个品种也是我今年第一次养 上半年那会买的 度下基本没什么问题吧 我也是放着下面 也没怎么管 它也不死 也没怎么掉叶 看看这个头比较红了 它红起来应该是和火焰地亚 差不多的 因为我也没见过它全红的状态 等过一段时间再看看吧 钢叶莲变化也比较大 钢叶莲的叶星已经变得特别特别的这种 这个叫什么色呀 和广寒宫有点类似 这下面好像还抱了一个 抱了一个侧疙 不要能不能长出来 还有一个品种 这个品种叫做冰雨火 它是蓝光的一个杂交 究竟是蓝光和什么的杂交 我也不知道 这个长的是 变化是非常快的 叶子现在也停坚停了 基本就是恢复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再见